黄色和粉色是朝阳的颜色 它的朝阳 我们开启了在曼谷新的一天 从班前喊话 到会议研讨 从车辆调试到检修维护 我们来到了2600多公里外的他乡 日复一日地守望着这座城市的繁华 从狩猎车交付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25个月 而我离开家乡来到曼谷 也已经将近两年 在过去的700多个日夜里 我和我的伙伴们 克服了气候和饮食上的不适应 也克服了疫情对项目的影响 对我们而言 曼谷早已不再是陌生的他乡 但是每当遥望明月 眼里闪烁的 还是家人和故乡的模样 做一盘拿手的家乡菜 听宝贝唱一首远方的歌 我们把思念化作奋斗的力量 追逐沿途的风景 还带着你的呼吸 黄色和粉色也是夕阳的颜色 请等我们归来 让我们一起看夕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